好 再来看今天的一个热闹现场 那么画面中的这位是 从政坛转为演艺圈 转为艺人的民进党前立委谢欣妮 为了这个提升在演艺圈中的知名度 非常努力 今天是她第一次走秀 看得出来她很紧张 笑容僵硬之外 手脚不知道该往哪放 在台下看秀的 有她的昔日同僚邱毅盈 虽然说了打气的 但话也说得很毒 她说还好谢欣妮的蝴蝶秀 没有露出了 身穿弟兄草绿色常礼服 腰杆停着直直的 政坛转转着演艺圈的前立委 谢欣妮献出她第一次走秀 你知道两个孩子的妈了 蝴蝶秀一定会在身上 所以又要怎么摆脱这个蝴蝶秀 然后要很优雅的扛着这个作品 所有今天的五位model 我是年龄最大的 所以记忆力非常不好 那刚刚有出了一点小彩 这礼服本来是我要穿的 但是因为我衬不起来 所以只好给她穿了 比较好的是蝴蝶秀 刚刚没有露出来 昔日同僚演艺圈闯关 但这话怎么听起来有点酸 不过38岁的谢欣妮 初次走秀男演紧张 笑容有点僵 和旁边的甜美艺人黄湘衣一笔 这边台下摄影们快门按不停 气势就失了一半 加上名模王颖萍34衣 窈条身材 更是底片杀手 谢欣妮包夹其中 我觉得她还蛮专业的 因为在后台她一直问 模特 英零模特怎么摆 然后应该商品要怎么拿 那姿势要怎么挺才好看 所以刚才她走给她几分 呃 99吧 因为我觉得以委员这样走 就已经还蛮棒的 大家都很可以潜力稳面子 毕竟周年转行 想要在演艺圈大名大放 谢欣妮这回可是拼了 丁兄强版面就是要红 周年新闻陈震汗方九台北采访不到